球路练习可以有效增强我们对基本技术掌握的熟练重度 同时也是配合步法将前后场技术连贯起来的有效训练方法 我们前面几课呢 把一毛球的前半场技术 后场技术 中场技术 以及发球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前提下 今天我们接下来的几集 会对掌握的技术 简单的一些球路练习 做一个介绍 那么在这些练习中 主要目的是为了熟练球路 熟练技术 熟练简单的球路 增加练习当中的乐器 同时进而提高水平 这些球路练习本身 不具备有太多的战术意识 主要就是为了把前后场技术连贯起来 增加对抗的次数和乐器 下面我们让两位球员进行一些定点的 调上网的练习 那么我们将进行两点调一点 以及两点调两点的信念 现在主练的是左手持牌运动员 他将进行两点后残调对方正手上网 这是一个简单的组合 调一个直线上网 然后同伴再挑一个对角 斜线让他上网 好 换一点 头顶调直线 正手调斜线 两点调一点 上网练习 好 在这一段练习中 因为是固定的模式化的球路 应该是多拍的进行 那么为了有多拍 为了找到上手调球和上网 放网戳球的击球点 这里面就要强调一个步法移动的速度和连贯性 那么在练习当中要注意步法启动 回动 再启动 再回动 这种分段的步法练习 那么下一段我们将进行 两点后残调两点往前 前残的吊上网的练习 大家注意步法上面的区别 好 在练习当中 两点后残掉两点往前 可以进行规定的球路练习 调球方调对角 调球方调直线 调球方再调对角 再调直线 成调对角上网 直线后退 再调对角 这种练习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 调直线 调斜线 再调直线 再调斜线 下面我们再看 简单的看一下这种球路的练习 调斜线 调直线 调直线 调斜线 好的 调直线 好 下面进行调直线 调斜线 定点练习 好 我们今天这个调上网的练习就到这边 在掌握技术的基础上 先掌握 进而掌握固定的球路练习 提高水平以后 最后可以建议大家 互相不限制球路的 前肠调上网练习 这样可以增加 增加球路的多变性 提高自己的水平 今天调上网这一课就说到这